大家好 我是咪咪 我是咪媽 今天我們要講的故事是 哥哥和妹妹吵架了 文 提莉 羅伯埃克特 圖 艾斯戴爾 敏斯 易王毅 提歐和莉亞是一對兄妹 有一天 他們收到了一個禮物 哇 是玩具車 這是我的玩具車 妹妹說 不對 這是我的 哥哥說 真是的 哥哥和妹妹又吵架了 碰 玩具車掉到地上 哥哥 你把玩具車摔壞了 妹妹大喊 才不是我 是你害他掉到地上的 我再也不要跟你玩了 哥哥氣呼呼的說 我也是 妹妹大叫 哼 我不理你了 妹妹這樣說 等等 你別走嘛 你快點回來啦 這樣一點也不好玩 我好難過 如果沒有和妹妹吵架 本來應該會很好玩的 自己一個人好無聊 一點也不好玩 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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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妹妹 我在這裡 太棒了 你終於回來了 沒有你 就不好玩了 我們和好吧 嘿嘿 哥哥和妹妹緊緊抱在一起 我也覺得沒有哥哥陪我玩 真的好無聊 妹妹說 我們一起玩那台玩具車吧 然後他們倆就和好了 對 哥哥和妹妹吵架了 故事說完囉 對 今天的故事講完囉 掰掰 下次再見喔